一见国宝 一段往事 一见国宝 一段历史 欣赏国宝 历史离你很近 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团体 1644年3月19日晚上 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 长亭公主倒在血泊中 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号 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 来到皇宫后面的眉山 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 一起上吊自尽 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他上吊自尽的地方 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 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 当时他披散着头发 穿着蓝色的衣服 左脚光着 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 后来有人说 崇祯是藏私放前死的 那么这种说法 从何而来呢 崇祯十七年 这年元旦 经常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城里的有钱人 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 官方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 做好了离京的准备 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 有人说 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 进入了山西地界 很快就要达到北京了 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 原来自从十六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 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 官类后金政权虎视眈眈 官内农民起义不断 崇祯八年正月 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 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 凤阳诸家祖陵的守军被一举消灭 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 龙恩殿等全部焚毁 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 持续了数日之久 被挖了祖坟 崇祖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挡 十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 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 其实崇祖皇帝当上皇帝以后 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 他很勤劳 才二十多岁头发就白了 眼角都是鱼尾纹 史书称奇 鸡鸣而起 夜芬不昧 往往焦牢成吉 宫中从无燕月之事 有一次 崇祯皇帝朱尤俭去看望他爷爷 朱义军的一个贵妃 朱尤俭坐着跟老太太聊天 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 朱尤俭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 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 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尤俭盖上被子 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 没多久 皇帝睡醒了 感到不好意思 想在场的所有人道歉 他说 爷爷当皇帝时 没那么多事 现在天下多灾多难 我又没本事 才熬了两个通宵 就撑不住了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崇祯皇帝太辛苦了 明朝崇祯八年十月的一天 皇帝朱尤俭做出了一个 不同寻常的决定 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五英殿居住 五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 规格很低 相对简陋 搬到五英殿后 崇祯皇帝还下令 减少膳食撤去音乐 除了典礼以外 只穿轻衣 有一次 崇祯见到朝臣时 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 袖口已经破烂了 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 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 这位大臣说 皇帝兽而天下肥 乃千古美坛 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 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啊 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 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 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 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 崇祯只好加重税收 民间百姓说 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 1644年正月 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 就要打进北京了 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 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 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 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 至少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 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四十万两 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 要上哪儿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ma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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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他大笔一挥 在捐款簿上写下了 白银一千两五个大字 然后摇头晃脑 离开了文华殿 既然内阁大臣 已经做了表率 下面的大臣们 自然不能超过了他 于是 自白银一千两以下 五百两有之 三百两有之 甚至五十两也有之 宦官整理了捐款簿 算上崇祯自己捐的 五万两银子 总数也才十二万两 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 他这个急呀 不过崇祯明北 万事开头难的道理 还是要找到个 带头捐钱的人 于是 他派太监徐高 通知周皇后的父亲 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魁 让他先捐十万两白银 起个表率作用 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魁 先不提钱的事 一上门就给周魁封喉 然后说 皇上希望你捐十万两银子 给大家带个头 周魁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 他说 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我家里现在穷得 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 最后周魁好说歹说 只肯捐一万两 太监徐高自然不答应 周魁干脆转身出门了 直奔宫里 找到女儿周皇后求援 周皇后只好拿出 五千两银子给父亲 周魁拿到五千两银子 又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他捐出三千两 另外两千两落入自己的腰包 最后他总计捐出 一万三千两 崇祯马上以国账周魁 已经捐款为由 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 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 出任首富多年的魏早德 拿出五百两银子 一死一死 太监首富王之心 捐了一万两 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 耍赖逃避 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 拿到大街上摆摊 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 此房吉寿 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 我们的日子苦啊 真是没钱捐 不过与这些 叫苦装穷的大臣们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 六十多岁的老汉 他听说皇帝缺军费 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得 共四百两白银 全部捐献给朝廷 充作军饷 崇祯皇帝闻听大喜 赏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 锦衣千户官贤 然而还没等崇祯 筹够军饷 启义军就打到了京城 1644年4月24日 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夜 崇祯登上了紫禁城的最高处 只见北京外城风火连天 启义军攻城不止 严寒破城在即 他回到前清宫 对皇后说了一句话 大势去意 然后开始安排后事 崇祯先是令人将皇子们 换上便服 送到皇亲们家去 随后崇祯来到后宫 他命令皇后和妃子 以及女儿们自杀 当晚凌晨一点 朱友简上吊自杀 第二天 李自成占领北京 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 就此灭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李自成攻占北京后 从崇祯皇帝的宫内 搜出了大量白银 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 据《假生记事》记载 银尚存三千余万两 金一百五十万两 这些钱都存放在节慎库 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 也就是崇祯私放钱的一部分 而崇祯的老丈人周魁破城后 农民军从他家中超出了无数奇珍异宝 拉了几十车 光是现银就足足有五十三万两之多 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